這次我們會go through啟示錄 就不是全部 而是由第四章開始至二十章 一章啟示錄比較難解釋的部分 因為啟示錄一至三章 就是講到約翰見到耶穌 接著就給七個教會七封書信 那裡是比較明顯的 我們主要解釋就是 一些比較困難明白的地方 尤其關於末日的 而最後兩章我們就沒有跳了 因為最後講到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已經全部解決了 什麼都解決了 所以那裡就比較難解釋的部分 就是中間的部分 我們這次是會go through一次 幫助大家去明白啟示錄 那你以後看啟示錄 當你上完這堂 希望你回家你會重複看回 你就會明白當很多的 所以你有個心理準備 今天是會看很多經文的 今天是會看很多的內容 如果你是已經讀過啟示錄幾次 你就會容易很多的 如果你還沒有 那就不要緊的 你就記住 這些說話 在啟示錄有講過的 這些人物有講過的 你就記住 那我再同提以前 我之前講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災難 是否災難前被提 和災難後 災難後 被提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不是只說災難後被提 應該是耶穌回來的時候被提 那當然是災難後 災難後 是耶穌回來 聖經是講得很清楚 就是耶穌回來 萬國都要哀哭 馬太二十四章的時候 是全部的人都見到他 他就把那些屬民 周圍招聚來 而萬族都要哀哭 在這個時候 和那些惡僕 又會見到主人 就會很害怕 會哀哭切子 馬太二十四章就講到這個情況 又好像囊呀日子 那些人沒有準備好 忽然間耶穌回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兩個人取了一個 就剩下一個 所以這個被提 取了一個就剩下一個 是講到 就是萬族都要見到 萬族都會很害怕 那些不信耶穌的人 都會很害怕 都會很懼怕 哇 我們要面對神了 這樣的時候 而為什麼災難前輩 有這麼危險性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教徒準備好 因為在末後的日子的時候 是會有很多的災難 很多的敵基督的作為 很多的迫霸 尤其是有離道反教的事 貼上來後書第二章 那裡離道反教的事 跟耶穌說 因為不法的事 增多很多人的愛心 就冷淡了 還有有很多假先知出來的 所以那日子 是很多人被迷惑 很多人是站不穩的 而那些人以為會避了這個日子 不用經歷大災難 而經歷大災難 他就埋怨神了 他就說神 神為何你說 我們災難可以被提 為何沒有呢 那其實他解錯了 那你在網上 你見到很多人都說 我們等候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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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了 我們就不用經歷這個日子 那其實呢 這個是聖書沒有說的 而他們的根據 我看回的時候 他主要都是說 因為啟事路 所說到那些 很多是懲罰 是奏作的 所以這些 就沒有理由 教徒要經歷 但是神是可以保守我們 所以我們不能夠 憑這件事 應該要憑聖經 清楚的經文 還有貼上我們 前書第四章 是說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而我們上一次 說到千多年 為何說到千多年 為何這麼多人 相信耶穌回來之後 有一千年 然後魔鬼又被釋放出來 又再反叛 又跟著 又有火 又由天上降 來懲罰那些人 如果這樣的時候 就是耶穌回來之後 就會再一次 又有一千年 不過再一次又反叛 但是呢 聖經是不支持這件事的 那雖然關於這方面 我不是一百分之百肯定的原因 因為在 啟事連十章的解釋上 尤其關於那個 頭一次復活那裡 是不是很絕對的肯定 不過根據很多東西 都是支持 你看回上一次 我已經放在上網 你看到 末日 三 尤其牧師 就會見到 我講了原因 亦都寫了文件出來 主要原因 我都簡單重複說 就是說 如果說到 耶穌回來之後 有一千年 千零年 地上 就是說 如果 啟事錄 十九章 和二十章 是順次序的 即是啟事錄順次序 十九章發生之後 耶穌回來之後 跟二十章 就是回來之後 發生的事 這樣的時候 就會有 地上的千零年 不過 聖啟事錄給我看 有七次說到 耶穌回來 我在網上 都放了一些文字 都寫了 有七次 以及以前發生的事 之後又發生了 釋放撒旦 在九章 二十章 又講到釋放撒旦 列國爭戰 已經講了三次 並且那些人 全部都 全部 所有 這個名字 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 全部那些人 是 沒有這個 有這個 這個印記 受的印記 都已經受了懲罰 那還有什麼人 會反叛呢 所以那三次 都是一場戰爭 不是三場戰爭 都是講到 就是列國 都被邪力入侵了 就感動那些不同的國家 一起去到哈密吉多頓 這個大戰 那你已經 已經打完一場戰 那為什麼 還會再有人出現呢 另外呢 就是基督徒 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在 《卑少尼加前書》四章 就講到 死人要復活 我們又同一齊 被提到空中 與主相緣 臨前十五章 就講到同一個事情 又講到死人復活 跟著我們就改變形象 所以有三樣事情發生的 死人復活 跟著基督徒 和那些復活 一起改變 那改變成怎樣呢 變成不死的 變成不瓦毀的 即是 即是不可以壞的 你的身體不可以壞 即是說 你用刀 切下去 不會受傷的 你不會有病的 你不會老的 又不死得的 那 那情況 其實就好像在天上 這樣的情況 即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形象 那怎麽可以再一次受攻擊 都可以攻擊不到 即是好像 人和天使打仗 有沒有能打呢 你就打 你打下去又沒有事 你打天使 天使人會受傷害 那是不能打 怎麽可以再一次被攻擊呢 即是看這些情況 是 講到 我們 耶穌回來之後 那個情況 是沒有可能會再有一次 再被攻擊的 所以 啟少爺二十章應該是講到 天上 那些靈魂復活 在天上 一起作和 是講到天上的情境 但又跟著又講地上 跟著又 那個 那個反悔 就是之前所講的反悔 那麽你可以看上一次 但我都說 這件事不重要 為什麽不重要呢 耶穌回來了 那麽沒有千禧連國 那麽你就一直在同神一起 有千禧連國又不要緊 因爲我們又不能死 那些 那些 魔鬼 那些 那些 那些人反叛又不傷到我們 那麽 所以 那麽影響力不大 有沒有千禧連國 沒有什麽大影響力 到那時 發現沒有 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了 耶穌回來 我們都改變形象 沒有什麽害怕 沒有需要害怕 那麽如果 災難前 災難後面 就很緊要了 而災難的開始 是可以很突然 為什麽呢 現在已經好得先兆了 突然間 敵基督出現 就是災難開始 是不知幾時發生的 是我們可以 親眼看到的 那麽時候 我們立即進入一個 不同的狀況 那麽時候 你有沒有準備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訊息 要給全世界的人準備好 有聖靈的能力 處理生命 和神有密切關係 所以在被迫伯的時候 就算是多困難都好 祈禱也有力量 也在心裏面說 不要緊要 我又死就死吧 神會同一齊 神會祝福我的 即是預備好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祈禱 如果不是去到那時候 就很多基督徒 以為是基督徒 但他們跌倒 那麽時候就很困難 很痛苦 這裏就 我剛才所講的 第四章至二十章 一眼見光 不過是需要時間去吸收 我會簡單講一次 第四章就講到天上的敬拜 是一路爺爺的 第五章就講到 我只有羔羊能夠配開這個七印 然後第六章就講到 開第一至到第六印 而講到六印 第六印就是末日 大家看到有七次的末日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次的末日 就不是有七個末日 是用七個角度 去看這個末日 然後第七章 就是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而那些外邦人 是講到在大災難中出來的 即是印這些人 就受印記 然後呢 第八章就講到第七印 就是 第七印一開就是七號 就是七個號 即是第七印一開就是七個號 第九章就講到第五第六號 第五號就是開這個無底坑 就是有黃蟲出來的 第六號呢 還有講到那個無底坑的 那些使者呢 就是破壞者 意思就是 就是 他的名字翻譯就是破壞者 這個意思 阿巴頓就是翻譯做破壞者 然後呢 跟著呢 就有四個使者 他出來就是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這個就是第六號 然後第十章呢 又講到十雷 但是是封上的 但是就不可以 然後呢 就叫他吃一個小卷 就告訴他 你要向列國去作見證 那由第十一章 就講到聖城被採納 就有兩個見證人 那他見證多久呢 一千二百六十人 就是四十二個月 這個災難時期 記得有幾長的時間 三年半 就是四十二個月 兩個見證人多久呢 四十二個月 又是三年半 三年半 即是說敵基都多久 兩個見證人都多久 不過呢 最後他被殺了 即是說 整個大災難時期 是有兩個見證人 一直講見證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好消息 就是一方面呢 是有很大的迫白 但是這兩個見證人 很有權兵 他可以有災 即是他們想攻擊他的時候 他可以有 吩咐 有災難來到 那他又能夠有災難來攻擊他們 所以這兩個見證人 是非常特別的 那由第七號呢 就是末日了 第十二章呢 就講到婦人 心這個男孩 那這個婦人呢 就應該是指神的子民的 因為他講到他呢 是被神呢 就被他對疫 就飛飛了去哪裏呢 飛到地方呢 就是飛到抗野 多久呢 一載二載半載 即是三年半 這件事三年半呢 應該是新約教會要面對的 但是呢 這個男孩呢 就是要用鐵像核管世界 所以是基督 所以這個新男孩 他是指導 因為 耶穌由哪裏出呢 就是由以色列民生出來的 但是飛去那個呢 飛去三年半呢 就是新約教會 所以呢 這個女人呢 就是 新舊約教會 即是神的子民 如果他只是新男孩呢 那你就會是舊約的教會了 但是因為他又飛去抗野 三年半 就是三年半 因為如果是大災難的時期 就是神會保守他 但是他不是飛上天王 他不是被提 是飛去抗野而已 就是可能神呢 就將一些基督徒 就去抗野那裏呢 就可以得到保護了 但是依然呢 龍是跟他其他的子女打仗的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應該就是 新舊約的 就是整體的教會 就是神的子民 那龍呢 就迫伯那些兒女 那就是十三 就是那裏兩個獸 一個獸是海中出 一個獸是地中出 一個獸是地中出的 就是跟聖徒爭 還有呢 他要那些人受這個獸的印記 等一下我們會重看 這個簡約 就給大家知道 當你明白了內容呢 你就會說 原來啟事錄都沒有那麼複雜的 從聖經哪裏看到呢 十二章這個獸人是自救的 他看到的地方就是哪裏呢 因為他生這個男孩 這個男孩用鐵像核本萬國的 以及被提到神那裏 所以這個男孩就是耶穌 而因為 就是他一個婦人 又受迫伯 他的兒女呢 就是什麼兒女呢 就是龍呢 要迫伯他的 就是他所生的 他的兒女呢 就是 他的兒女呢 就是神的兒女來的 十三章呢 就是講到 基督的勢力 一個 就是一個國度 一個 列國的國度 是一個 帝國來的 但是呢 他也都是有人脈 他是好像受了死傷 好像死但又沒有死到 那麼他呢 就救回 人家就當他是神 這樣 那麼他呢 就有權並和聖徒爭 並且有德性 那就是他是有打贏 某些基徒的 但是也有些基徒 是神是保護的 有十四章呢 就講到 有十四萬四千人 就整天跟著基督的 基督去哪裡 跟著 這個另一群 有三群人的 這群人呢 是沒有沾染婦女 是沒有口中的 察不出謊言 是初熟的果子 所以這群呢 是講到最愛神的 十四萬四千人來的 那麼這個沒有 沾染婦女 不是一定說他沒有結婚 只是說 他是潔淨的 他是單單敬敗真神的 然後呢 有三個天使 又可以傳呼音的 三個天使 我們自己會看到 然後有連刀 連刀也是末日 就是由天上 丟到地上 然後呢 很多人呢 就踩這個神的憤怒 這個沈憤怒的走炸 然後十五章呢 就講到 神的大怒呢 就是七碗法巨了 就是講到這個七個碗了 然後第十六章 就是第七碗 第七碗就是 敲米吉多頓的大戰 那也是末日了 然後十七章 就講到一個淫婦 這個淫婦呢 又是稱為巴比倫 就是一個管轄萬國的 不同國家的一個城市 那這個城市呢 真是很明顯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聖經就說 神的子民 要從這個城裡 快走出來 因為那裡會受懲罰的 而這個城市呢 也都講到 是有很多邪靈的作為 也都有很多淫亂 應該就講到 它呢 一方面可以是 肉體的淫亂 另一方面呢 就可以是 就是拜邪靈 這個宗教上的邪靈 就講到這個淫婦 他就騎在這個七頭十角 七頭十角的獸上 這個就是那個 基督的這個勢力 這個 就是他 掌管整個這個帝國 但其實他是受這個獸控制 但最後這個獸 將他殺死的 這個淫婦 十黃呢 就一時之間 同時得到王位 就打仗 就跟耶穌打仗 所以跟耶穌打仗 耶穌打仗 也就是梅日 然後呢 十八章就講到 巴比倫 他是鬼窩的住處 一日之間就談到了 一日之間 忽然間這個事情就談到了 又第十九章 就是高揚的婚言 以及主呢 擊殺列國 打贏列國 又是梅日 然後呢 二十章呢 就講到千年了 就釋放魔鬼出來 打仗 然後呢 就 用火光下來 就燒他們 當你看整個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呢 不是很難 看到他那個outline 其實呢 它是 有幾樣東西 七日 七號 七雷 七碗 然後呢 中間呢 就講到 聖誠被展踏 有兩個見證人 就是他在這個七日 七日 七號 七雷 然後呢 就講到 聖誠被展踏 有兩個見證人 即是他 在這個七日 七號 七雷 中間 隔閘了 放了一些其他的東西 上去 就是有聖誠被展踏 兩個見證人 他們見證 1260日 即是三年半的時候 由七號 然後呢 有這個婦人 生了男孩 就受迫伯 男孩就被提到神那裡 但是呢 那婦人 就有癡狂飛了去 跟著聖徒 他就 這個龍呢 就跟聖徒爭了 那這裡呢 就講到 有些人跟從神 又講到天上 又講到天上的情景 然後呢 就有三個天使 又在地上 傳呼音的 那就是他不在地那裡 在天衝那裡 傳呼音的 那又有 年都這個審判 有神的大路 七館 也都講到這個 淫婦巴比倫 和這個十王 和主耶穌爭 和高揚的婚言 然後到千年 那你這樣看呢 每一個部分 我們都知道他的意思 因為聖徒說了什麼 聖徒說了七日是什麼 七號是什麼 七雷母說 七妹說了 聖徒說到 這兩個見證人是怎樣的 這個婦人 身男孩有形容出來的 這個獸有形容的 還有這個淫婦巴比倫有形容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知道 這個啟示錄裡面 很重要的東西都知道 只是到時應驗巴比倫 是哪一個城市 我們不知道 這個基督的角度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到時出現 看到那些跡象就知道了 所以啟示錄呢 你又說他難明 但你又說他又不是難明到 不可以明白 因為你知道那些是什麼 你熟悉 到時應驗你就會知道是什麼 好 我現在就是go through 這一次的 由第一章開始 就是主耶穌向約翰顯現 由第二、第三章 就是給七個教會的七封書信 第四章就是約翰見到天上的敬拜 不斷的敬拜 第五章就是沒有人配開這個七人 唯有基督能夠配開 由第六章就講到開這六個印 那我們就一起看一看這六個印 第一個印 就是有白馬 有公辭給他 有官免 聖了有聖 這個白馬 兩個都有人說 有人說他是基督 有人說他是敵基督 其實是哪一種呢 其實兩樣都可以說是真的 基督是經常得勝 基督在他三年半的時候 他都經常得勝 就是最後的時候他不得勝 其實影響力大不大呢 這個發生的事情 到底是基督 因為兩樣都是真的 基督是德勝 基督也是在地上 他有某程度的德勝 到底是哪一種呢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我自己傾向就覺得這個是基督 又是紅馬 即是說到這個世上就會有太平 第三就是黑馬 就是買那些墨子很貴 不可以租他 即是說是饑荒 也都可以說是物價高漲 第四就是灰馬就死了 即是很多人的死亡 第五就是殉道者的靈魂 就問什麼時候了 什麼時候可以我們釋放 即是為我們申冤 有白衣致給他們 就說呢 等到這個被殺的數目滿足 即是說呢 我們傳福音 我們要傳到古天下 要滿足這件事 耶穌先回來 還有呢 祈禱的數目 就滿了在天上這個金香爐 滿了 即是祈禱的份量滿了 接著就是被殺的數目 殉道者的數目滿足 耶穌就回來了 就是給我們看得到 是有三樣東西 在末後的時候會發生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第六 第六印呢 就說到有地震 又變黑 天就來得像書卷 即是整個天 你看到天 好像一卷一卷一卷 卷了去 變了剩下什麼呢 看到是一個 即是無窮的窮 然後地呢 海島啊 山嶺又逃避 然後那些人又說 啊 找些山遮住我自己 找些山洞遮住我 讓我逃避神的憤怒 因為神的憤怒大日到了 所以這裏講到是末日的 所以啟事錄其實是用七個角度來講到末日的情況 但是呢 它裏面是否完全沒有次序 又不是的 這個七印可以有次序 亦都可以 即是它會有根的次序 但亦都有時是同時發生的 因為同時又打仗 同時又有些東西很貴 同時又有人死 但可能有一個次序在這裏 那這個 即是說我們知道 明白 在書錄未必是好像一張跟一張跟一張 那樣的 譬如說到兩個見證人 因為他經常都有的 那這個巴比倫大成 又可能在大部分的時間都有 直至到他被 敵基督消毀 那然後呢 就是 第七 跟著呢 就是第七號 那 啟示到第七章八章呢 第七章開始呢 就說到印了以色列十二支派 十四萬四千人 他們被神所引記的 然後呢 就第七章九至十七節呢 就說到 國族 國國國國族 國民國方 很多人 讚你神 那些人哪裡來的呢 就是大災難出來的 那所以他們都是 經歷過這個災難出來的人 那你說那些不是大災難出來的人 那些人在哪裡呢 他就沒有說 不過 沒有說不代表不在天上 不過他是沒有說 那 那 聖經又說到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因為耶穌說 之前又沒有之後沒有 是一個特別的大災難的 那這個大災難會不會是全世界所有的災難 與否在末後 那就是末後 也有一班很大幫的人 出來的 然後呢 就開七印了 七印開的時候 就有第七號 就是七個號 那七個號的 特色是三分之一 最初的5、6、7是很嚴重的 在5、6、7之前有宣告 這5、6、7的蠔響的時候 地上的文是有禍尿 即是有講到這個 那有什麼三分之一呢? 第一,有冰箔和火参集著的血丟在地上 三分之一的地和樹就燒了 還有草就燒了 第二,火燒了大山,溢在海裡 海的三分之一變為血 海中的滅白死了三分之一 船就壞了三分之一 那這個經文所講的呢 因為它講到這個是第二和第三 即是第二號和第三號呢 都是講到有燒著的大聲 這個燒著大山,這個燒著大的聲 在天下落在光河的水的三分之一 有人說覺得 因為它講到這個聲就是殷塵 是有毒的 那這些水於是就不能喝的了 那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這個說呢 是講那些核子武器呢? 不知道 即是我們不知道的 即是說或者是或者不是 就像個大聲那樣燒著 一直這樣飛 而它是帶有很多毒的 然後水的三分之一就變為毒了 那就死了很多人了 那這就是海 接著到這個水 即是第一呢 就是地 海 和水 河水 接著呢 就是天 第四 第四號呢 就是日頭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 日月亮的三分之一都被黑暗了 那這就是天 即是幾方面的 擊打的 那由第五個號之前 天使就宣告了 其餘的號響的時候 地上的人呢 又和了 那第五號一開呢 就發覺 不是給經濤的 是給那些有手引記的 他說呢 就開了這個無底坑 跟著那些黃蟲就飛出來 就傷害押上 沒有神印記的人 叫它受痛苦五代月 而他們的使者呢 就是阿巴頓 就是呢 翻譯呢 就是破壞者 那這個 那這個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那些邪靈 走出來 就只是攻擊那些 沒有神印記的人 就是神的印記保護他們 他們呢 就不會受傷害 只是那些沒有神印記的人 他們就會去咬 即是說 那些人就以為他們 跟從魔鬼 拜魔鬼 拜這個獸 就會得益處 怎知道不是 他反而受痛苦 是那五個月呢 想死也不能死 為什麼不能死呢 就是想自殺也不能自殺 為什麼呢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這件事 我們可以放在記憶裡面 然後第六號 就是 因為有群綁在伯拉大河 四個使者就釋放了出來 到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 就會殺人的三分之一 在很短時間之內 就會殺了人的三分之一 這個就是 第六 第六號 那跟著呢 就是第十章 就講到有七雷 就要封上 不可以寫出來 還有呢 就 預告七號 為什麼預告化呢 在六 十章六至七一一起讀 不再有時日 神的奧秘成全了 即是不再有時間了 那這句說話 也都在啟示錄 都有講過的 所以 給大家看到 就是之前已經講到 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 即是這個世界上 不會再有普通的時間 即是耶穌回來了 神的奧秘成全 所有神的計劃成全了 然後呢 然後呢 約翰呢 就要吃這個書卷 就會指著多國 來說語言 這個就是啟示錄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就量度聖殿 外院呢 就會被外邦人踐踏四十二個月 但就不要量度這個外院 到底這個是 是不是耶路散的聖殿 還是指導教會呢 我之前已經講過 是兩個都有可能性 雖然我都說 可能性比較高 是說耶路散的聖殿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你的外院被踐踏 你的外院很近的 很小的聖殿 你的外院被踐踏 內院都很容易被踐踏 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不過呢 其實我們 最重要我想說 就是 抹開眼睛 到時你見到 聖殿是有特別的 其實沒有的 沒有這個聖殿在耶路撒冷的 到時有 而有被踐踏的情況 那你就知道 這個都是末期的時候 而你或者你發覺 教會裡面那種 就是 跟那些異教的合作 現在呢 我們見到天主教 的確跟很多異教都有合作 我們見到它更加明顯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 和它一直被提升 好像受人敬拜 到好像神那樣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樣的時候 也都可以在教會裡面應驗 我們就留意這件事 就是留意哪裡發生 我們就知道那件事 就是我都覺得 很大可能在耶路撒冷發生 譬如哈密根多頓 都是在加利利 在以色列的地方 就是有很大可能 那些在那裡發生 不過我們都 打開眼睛 看看會不會在教會裡面發生呢 教會不是指某一間教堂 不是指某一間教堂 不是指某一間教堂 外院又內院 而是指整個教會 那外院是指到 就是可能那些 軟弱的基徒 那裡就被踐踏 就是軟弱的基徒 就再不能夠站穩了 只有核心的基徒 就是愛著基徒 能夠站穩 然後兩個見證人 就傳了一千二百六十人 即是 即是敵基督日的日子 他又在那裡傳這麼久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因為在這個同時 神的信息也都不斷地宣傳出來 而他們是有這個災 能夠有這個能力 用災殃割印的災殃 是擊打世上的人的 但是最後 受虐殺了他 那些人就送禮物 而他們死的地方 是很特別的 兩個見證人施審 代表索多瑪 又叫埃及 即是主釘十字架的地方 主釘十字架在哪裡 耶路撒冷 即是他稱耶路撒冷 做索多瑪 稱為埃及 索多瑪是一個什麼地方 被毀滅 神審判的地方 埃及 也代表愛世界 所以 是否當時 耶路撒冷都變成一個 即是 不聽神的話的地方 即是 耶路撒冷的樂園被淺踏 是否這個意思 總之在那個時候 可能 耶路撒冷都是很多 即是這些 他們都不是那麼跟從神 但也都 即是因為真是信從神的 猶太人 他可以在 一樣在耶路撒冷 或者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但如果 城市也都可能 被魔鬼控制 那這個大巴比倫 會不會也都在 耶路撒冷 不知道 我們只是打開 我們的眼睛去看 那兩個人 死了他們 就很歡喜了送禮物 但三千寬之後 他們就復活了 接著就被提在空中 接著就有很大的地震 然後就說到第七號 因為第七號 他就是由第十章 六節七節開始說 接著到十一章 尾才說出來 即是他一路預告 一路預告 就說到 不再有時日 神的務備成全 第七號 即是神的所有的東西都成全了 而第十一章 十五節我們一起讀 世上的國 成了我主和主 基督的國 都會作和直到冥冥而言 好了 是這麼多了 即是說 這個世上的國度 要變成為主基督的國度 即是說 這個世界再沒有人 不是再是人掌管 是神掌管 全部都是神的手中 神掌管一切 還有這個十一章十八節 開始講到 很明顯是講到審判 包括信和不信的人 我們一起讀 你那些憤怒也臨到了 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 你那些國人 眾先知 我眾聖徒 凡敬畏理明的人 連大大小一賞賜的時候也到了 你敗壞那些 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 那這裡講到 什麼人被賞賜呢 有些什麼人被賞賜呢 博人 眾先知 眾聖徒 還有 凡敬畏理明的人 全部 即是包幾種 一個是眾先知 眾聖徒 敬畏理明的人 都 連大大小都得賞賜了 而那些敗壞世界的人 是什麼人呢 就是他們犯罪 不在這些人之外 他們是敗壞這個世界 那些人也都被敗壞 所以 是兩班人同時面對神 跟從神 和不跟從神 那些一起面對神 一部分就得賞賜 一部分就受審判 所以這個也都是 講到是末期的 所以這裡 我們早點講 就講到 第七號 也是末期的 然後天上神的電 又現出了 現出這個約櫃出來 啟事錄十二章 就講到這個婦人 那這個婦人 看她的情況 她是可以是神的子民 因為她是 她是生這個孩子 她是用鐵像核管萬國的 天主教就會說 這個婦人 就是馬尼亞 她傾向於解釋 是這樣 但是她又被 飛去抗野 保護她 一載 二載 半載 三年半保護她 那麼 馬尼亞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怎麼會 就是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所以這個所講的 就不是講馬尼亞一個人 而是講到 她生藍鞋 藍鞋 藍鞋應該就是 以斯利人 她生出藍鞋 即是舊藥的子民 而她因為受迫迫三年半 這個是教會所面對的 所以這個也是 新藥、舊藥的教會 這是通常的解釋 然後 飛到抗野被養活三年半 神預備地方保護教會 但是也都是 很多跡徒都受迫迫的 那浪就以其餘 其餘 即是有一部分飛去 有一部分就留在那裡 就和她打仗了 而第二兄姓道 他是靠什麼呢 靠羔羊的血 和所見證的道 就是耶穌的補血 耶穌的救恩 和我們所見證的真道 所以我們都是作美好的見證 然後十三章就講到兩個壽 一個就是十國七頭 即是七頭十國的壽 那他就是七頭 那個經文就講到這個 七個頭就是七個山 又是七個王 因為為什麼是山又是王呢 因為可能山就是區域 或者國家 所以他又有七個國家 那七個王 比如說美國 你稱他為特朗普 就是布朗德 比如說布朗德 可能代表美國 就是七個山 就是七個國家 或者區域 由他七個王 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國家呢 那就是說 敵基督當時是管理這麼多國家 那就是有七頭 而十國 那就是十個王 那為什麼又有另外那些 又不是有山呢 那可能不同的國家 就是不同類的國家 或者那七個頭 是比較強的國家 那全地都跟從他了 因為他呢 就有一個頭 就似乎受了死傷 但是又救回 於是那些人就說 當他是神 那樣了 那然後呢 他就有權兵 和聖徒爭戰 就制服各國 凡是明治 但是沒有在身邊賊上都拜他 那就是沒有例外 沒有例外 沒有例外 總之沒有在身邊賊就拜他 就是拜他呢 就不在身邊賊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拜 靈死不不 是不是 因為這個拜了獸 是不能回頭的 所以我們到那一日子 我們就說 我們不可以拜 就算是死 或者是怎樣 殘忍的刑罰 我們就求神去救我們 求神去幫助我們 加力量給我們 在那時候 你可能變成 聖靈充滿到 那種能力很大的 好像 好似在初期教會 受迫伯 不怕死 那樣的 你求神給你力量 你注目在神 你就很大力量了 你注目在那些迫伯 你就嚇到死了 所以有些假基徒 一軟入基徒 就隔著尾巴 就跑了 哎呀 就拜這個獸 或者受這個獸人祭 那時候 他就以為我遲些會改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 然後十三章的下半部 就講到另一隻獸 這就是兩國獸 那為什麼兩國獸呢 那就是兩個王 那為什麼兩個王呢 他就施行歧視 又叫火在天上降下來 還有為那個獸 都相營救活的獸 做一個象 叫這個獸象有生氣 就是他用金屬做一個獸 或者這個獸會說話的 又會說話的 還有殺所有不拜這個獸象的人 而所有要做買賣 就是買東西吃 或者賣東西做生意 都全部要受這個引記 那所以凡是說 我要做生意 我要買東西吃 全部都要受這個引記 那有些人就說 這個呢 可以是 那些Microchip 那些 就是 微晶片 那這個也是很大可能性 因為它是 微晶片可以做買賣 就是它要來做買賣 是很容易的 那這個可能 不過萬一不是呢 你都小心看一下 哪一個人是手上 和壓上受引記的 就是沒有生氣沒有說到一定是微晶片 就是可能是 總之我們眼睛要開 那六六六是什麼意思呢 那有電影 就說到基督的頭髮底下 就有三個六字一套 那六就是一個人的數目 那就是說 當完全是人作主的 這個就可以是六六六 那是怎樣的意思呢 就是它每一個範圍都是人作主的 就是人最厲害人說事的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是六六六 那這個數目的意思呢 我們就到時才知道 就是這些 都是聖經裡面 有些我們不知道的 是怎樣的 什麼的帝國呢 有很多人就說 這個是羅雅帝國 復興的羅雅帝國 因為是說到 之前有後來沒有 而主要因為 是彈曉詩第九章 二十四到二十七節 說到那七分開兩半 首先那三年半 它與很多人建立盟約 說到是有一黃的文來毀滅 然後實施 而有一黃的文 當時是羅雅帝國 所以很多人就說 將來有這個 復興的羅雅帝國 也有人說 就是現在那個歐洲共同市場 將來就變成這樣 那這些也是我們 開眼睛去看 是不是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 張開眼睛 看到這些跡象 最重要的跡象 不是那個地方的名字 而是一個跡象 第十四章 就說到有十四萬四千人 緊緊跟著耶穌了 他們未曾沾染婦女 在人間初熟的果子 無謊言無瑕疵 那有些人說 那神輪不到我了 十四萬四千已經輪了 不過不要緊的 總之你忠心 神一定知道 你不用說 數著有多少個 多少個 有時候你不知道 你以為不行 那個可能行 可能有些我們認識的人 在十四萬四千裡面 都不一定 那你說 我真的跟著耶穌 我完全在我生命中 再沒有任何的偶像 沒有任何東西 難阻我和神的關係 沒有說謊 在我生命裡面 有什麼罪 我立刻處理 即是你可以 真是忠心去跟從主 你可以在十四萬四千 那這十四萬四千人 現在高陽去哪裡 都跟著了 他一去 左邊去右邊 跟著他 整班 他就 他去哪裡 就跟著了 這是初熟的果子 初熟果子 即是最好的 最起初獻上的 這班 是最好的那班 希望你學武 你學武的時候 神一定是喜悅的 就算你不是那十四萬四千 你也是神所喜悅的 好了 那三個天使宣告什麼 十四章 一個天使在空中傳福音 這個很好 在空中傳福音 跟著第二個天使 宣告巴比倫大聖 這就是一個懲罰的宣告 第三個宣告 就是拜修和有修印記的人 要喝神大腦的酒 所以三個天使在天上宣告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是可以聽到的 他們是有機會的 但我們一有機會 我們應該傳福音 尤其現在 現在仍是有自由的時候 我們應該努力傳福音 然後十四章 就講到 從今以後 在主裡面死的人有福 作公的果口又跟著他們 這裡也講到 末日的情況 就是從今以後 在主裡面死的人有福 我們有福 作公的果口跟著我們 然後天使將蓮刀 櫻在地裡 有仁子在雲上 就收取神的 雕在神的憤怒的大酒砸 這個神的憤怒 臨在世上 也是一個審判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另一個審判 也是由耶穌回來的 然後就是七本 七本和七號不同 就是全部 七號就是三分一 這個就是全部的 第一 又是針對 不是屬於神的人 有惡 而且毒的蒼生 有受印記的人 身上 這個很明顯就是 懲罰那些 沒有跟從神的人 第二 就是海全部變血了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 就是江河 和種水的泉源 都變成為血了 第四 就是日後用火敲人 這發覺是對比 二、三、四 和正在先 七號是有對比的 正在先 有三分之一的海 三分之一的水的泉源 三分之一的日頭月亮星秀 現在是全部的 但是日頭 就說到用火敲人 就不是黑曬 是熱到人不得了的 那由第五碗 受的國黑暗 人因為疼痛 就咬舌頭 和舌毒神 所以這個受的國黑暗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國家完全沒有能力 或者是他的敗壞 而那些在受的國家的人 就很辛苦了 那麼辛苦 痛到什麼呢 就是痛到咬舌頭 就可以抵住那些痛 就好像你肌肉很痛 撕下自己 有你感受 就是想著這裏痛 那裏不痛 但是現在呢 是很多痛 咬舌頭 等舌頭痛 那裏不太痛 那你可想著 真的呢 就是你發覺這個呢 第一和第五碗 是很明顯是針對武神印記的 那你說 那二三四 我們都有份 但是神是可以有方法的 那你也說 水都沒有了 那你還可以活得多久呢 那日子都是很短的 其實 其實 那些時間上 我們不太知道 但是 事實上是時間很短 好了 接著第六碗 就是有伯拉大河干了 就入出之地的縱皇 就來到打仗了 就有三個烏尉的靈 去到普天下的縱皇那裏 叫他們在神大日聚集 在哈密吉多頓爭 那這裏呢 就是講到三個烏尉的靈 去到普天下 那為什麼三個靈 去到普天下呢 就是他這三個 應該是大邪靈 跟著他有很多小邪靈 那些小邪靈呢 就去到那些王那裏呢 就將他們招聚 他招聚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他入了邪靈進去 跟著那些王就說 我們要去打仗了 而那些王會去的時候 那些兵也都應該是被邪靈充滿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規模的 邪靈充滿的一場戰爭 就是整班人呢 是好像瘋狂 好像化了神經 就是好像魔鬼的使者 這樣去打仗的 這個這樣的日子 這個哈密吉多頓的大戰 那由第七呢 就是成了 就講到成了一切成就 大地震大城列為三段 列國的城都倒塌神一 列路的酒杯 第級巴美輪 各個海島和山都不見了 那所以這裡講到的情況就是 那些海島和山都沒有了 那香港都沒有了 其實第七 第六 第六 已經講到沒有了 那些海島和山都沒有了 那所以呢 就是說這個日子 這個世界都逃避了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第七本的時候 那又講回 很明顯是這樣 就是它 複述另一個角度 另一個角度 就是大淫婦的角度 它是 就是我們 給我們看得到 它是 這個七次的講末日 是用不同的角度 那有時是講獸 那你現在呢 就講大淫婦了 有時是講豪 有時是講人 那就是 將那些災難 那樣分 就是那個末日 是用不同的角度去形容 那巴比倫呢 這個十七章 和十八章 就講到這個 這個大淫婦 又都是叫做巴比倫 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巴格特 以南 那到底 那裡呢 現在那裡 就不太出名了 就是管轄全世界 真的似乎輪都輪不到它 那 但是巴比倫 以前呢 就是一個很強的城市 很強的城 也是很強的國家來的 那 這個可以是代表性 不一定就是那個巴比倫 就是不是昔日的巴比倫 那 十七章 五到十八之禮 這一頁呢 我就是形容了 這個大淫婦是什麼 將它的特色說出來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它是管轄地上眾王 即大成巴比倫 就是一個全球統一被魔鬼控制的控制中心 就是全世界被魔鬼控制 就是在巴比倫控制的 然後呢 第十八章二節 鬼魔的住處各樣邪靈的巢院 這裏就是魔鬼教的總部 邪靈充滿宗教的邪淫 就是說 是很多邪靈的住的地方來的 那裏呢 是很多人接觸邪靈 魔鬼教院都在那裏 是魔鬼很多作為的 第十七章十五節 它坐在眾水上 就是多民多國多方 它控制或者影響多國 就是很多國家都是受影響的 第十七章二節 列王和人民 喝醉了它的淫亂 就是它要引致所有國家的王 和人都喝醉它的淫亂 就是他們都參與它的淫亂 就是去拜偶像 或者是肉體的淫亂 和宗教的淫亂 十七章八節 不喝醉了聖徒的血 就是它殺很多的聖徒 十八章十七節 有商業大財富 後來全部消灑 就是它又是商業的 它又是控制全世界的 它又是邪靈的住處 就是管理所有人民的 又是很多宗教的活動 和是殺聖徒的地方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聖經就說到 你一見到這個地方 你在祖國老的地方 你快點出來 但那裡是很繁榮的 本來是很繁榮的 好了 現在我就跟一個次序說出來 先總括它的特色 十七章七至十三節 就是它站在七頭十角的壽上面 七頭就是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所以七座山可能就是七個地區 或者七個國家有七位王 十個國有十個王 而那十個王一時得國 同時間有很大規模的政見 很可能就是魔鬼 所以基督幫助他們 忽然間有突然間奪權 而這個大淫婦 是跟獸有核切的關係 因為它是騎在七頭十角的壽上面 即是說它是靠它得力 它是使用它來 即是互相使用 這個大淫婦又騎在壽上面 獸有靠著它去影響全世界 十七章十四到十八節 就講到十個國家和高揚爭戰 高揚就勝過它 十個與獸打贏它 十個與獸打贏它 十個與獸就恨巴美倫 用火燒盡它 其實高揚打贏 那麼燒盡 即是說那個燒盡應該是最後 高揚打贏它 那麼它都打輸了 它就很憎巴美倫 然後又燒了它 這個情況應該是 即是末後的時候發生的事 那麼這個我講的 可能獸是利用巴比倫 即是因為它用它這個人的系統 來管理這個世界 那麼獸見到沒有利用的餘地 它就燒盡它 也都可能因為一直打敗仗 它就恨巴比倫將它燒盡 那麼無論什麼原因都不要緊 總之呢 它最後結局都是非常之不好的 那麼十八章也都講到巴比倫 十七十八章都講到巴比倫 就講到它是怎樣呢 鬼魔的住處 各樣邪靈的巢穴 各樣的邪靈都有了 現在有些國家 我們都看到很多邪靈 譬如印度其中的國家 拜很多偶像 很多種不同的邪靈 但無論如何 哪裏都好 我們知道有些地方 邪靈的作為很強的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而魔鬼教 其實現在吸引很多年輕人去拜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網上宣傳 就是有樂趣 有性的關係 在這些魔鬼教裡面 他們是很任性的 是一些很邪當的聚會 所以很多人就會跟從這些 被吸引覺得好玩 而他有時候在校園 有些人又引其他人一起 說好玩 因為這個世代都是被色情 吸毒 喝酒 影響 那些人追求樂趣 活樂 活樂的時候 他就失控了 十八章三節就講到地上的君王 就是和他無論是聖 或者是這個宗教上的這種淫亂 還有呢 十八章四節就說 知上的聲音就叫神的子民 你從那個聖那裡走出來 一天之內忽然間有死亡悲哀饑荒 和城被燒 一天之內什麼都沒有了 大的財富全部都沒有了 那現在神就生冤了 中聖徒和士徒的冤 因為他們喝醉聖徒的血 和那些客廂尊貴人被迷惑 就是說很多人跟他做生意 就被迷惑 這也是近代的 因為近代就是全世界的貿易 是很合一化 全世界的商業 例如麥當勞 例如麥當勞 全世界都有的 很多種的商業模式 都是在全世界 將取代當地的 很多本地的商業 也都可以解釋 將來這些商業和巴比倫的關係 然後十八章二十一節 他就被猛力 振下去 結果不能再見了 就講到巴比倫的聽道 然後十九章 就是講到審判 首先第一段 就是講到神審判 用淫行敗壞世界的淫婦 然後就赴高揚的婚言 這個赴高揚婚言的有福 他們穿光明結白的細麻衣 而這細麻衣是什麽一世道 是聖徒所行的義 聖經又講到 我們是穿基督的義袍 聖經又講到神的義袍 但這裏是講到基督所行的義 那有沒有矛盾呢 其實我們基督徒一定是靠神的義 但是我們基督徒 我們都活出基督的樣色 而這個基督徒的義一定都會有神的赦象 才是成為聖結的 即是說 將來我們的裝飾 都是我們一方面是神的義 一方面都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你現在所有做的事 祝福人、幫助人 榮耀神的名 都是將來成為你的義袍的 這個義就是基督徒的義 然後十九章就講到 基督擊殺烈國 萬主之主 萬皇之王 就站在白馬上 劍從他的口中出來擊殺烈國 還有有非要來 食所有的君王、將軍、壯士、自主為奴 和大小人能的肉 獸和賈仙之被禽拿 被挽在火門裡 所以其實所有人 全部都打贏了 那怎會還有人出來呢 所以在這些經文 我們看得到 是不支持啟示錄二十章 是跟著他的 只是另一個角度去看 是天上的角度 啟示錄二十章 就講到魔鬼被捆綁 轟在蒙尼坑一千年 然後殉道者的靈魂就復活了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 這裡又講到有寶座 還有他們的復活 到底這個復活是 他們靈類的復活 還是肉身復活 這就有很大分別了 譬如他被殺 跟著在天上作王 這就不是肉身復活 這就只是講到 地上雖然基督徒被殺 其實在天上他們作王 他們就活著了 在天上和耶穌一起作王 這樣的時候 這個啟示錄二十章 就是講是在新約時代的 新約時代的 那些基督徒死了 就在天上作王 如果說那些基督徒 在地上現在復活了 那就是耶穌回來 再來基督復活 之後再有一千年 所以那個困難點就是 這個復活是什麼意思 但是因為我們都講過 啟示錄二十章 是七次重複耶穌回來 並且在二十章所說的 之前都發生的 戰爭又發生 殺死又發生 惡鬼釋放又發生 並且基督徒已經改變形象 被提出空中的意志相遇 又變成不冷藥不死 如何可以再被殺呢 這些問題 使他應該是解釋作為 是說到天上的作為 基督徒死了 但是我們在天上活著 那這個是 是一個困難點來的 不過如果你說的困難 哪一個困難點呢 就是解釋地上有千年國度 是更加難的 因為是更加難支持的 那麼這些 他們跟基徒一起作亡一千年 然後撒旦被釋放就迷惑列國 為何還有那麼多人出來呢 很多列國的人圍著夢外的城 有火從天消滅他們 魔鬼就轟在火湖 在十九章講到 獸和假先知轟在火湖 如果那時只是獸和假先知 然後到魔鬼就兩次 如果是那次代表了魔鬼也扔下去 那就是一次 即是再沒有千年國度 不過不要緊 因為到時我們會揭曉 總之這個被揭曉的火湖 如果分開兩次 即是說耶穌回來 那時魔鬼都還沒扔下去火湖 還沒扔下去 只是獸和假先知 只剩下魔鬼 又不知為何那麼多人走出來 魔鬼又引到他 最後神力把魔鬼扔下去火湖 這是困難點 不過不要緊 總之我們有神就有恩典 我們不用怕 還有天地逃避 也是之前重複講的 天地逃避 還有白色的大寶座的審判 信和不信 之前有講的七活有講的審判 又講到踩這個神的憤怒的走詐 也是審判的 所以其實是重複講的 啟示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就講到新天新地 聖誠的榮耀 神和羔羊就是聖誠的殿 即裡面沒有聖誠的 神和羔羊就是聖誠 啟示錄二十二章 就有生命水和生命樹 以及遵守書上預言的有福 以及想佛在主神一定會報應 以及警戒任何人加添或刪去書上的預言 我們大致上將啟示錄全部講一次 大家這裡可以看到圖 我們再講一次 大家的印象會深刻一點 你再看的時候記得 你回家這本聖經就試試記錄它 我們這裡看到就是 有七印、七號、七雷、七碗 最主要是七雷 即是在第七號至七碗之間 是加插了一些內容下去 由七碗之後又加插了內容下去 如果不是 基本上啟示錄就是七印、七號、七雷、七碗 那你就會很簡單 而在七雷之後 加插了什麼呢? 聖城被剪踏四十二個月 有兩個見證的人 又是見證足那麼久 魔鬼又搞不定 但最後他又被殺 但因為他又被提升在空中 看到那些人應該悔改了 但他們其實可能一早已經受了授人記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再悔改了 這個婦人生了藍蟹 龍的伯儀 這是另一個角度 我們看看末日的情況 第一就是七印 第六印就是末日 第二七號就是末日 第三就是這兩個獸 還有天使的年刀 第三次 第四次就是七碗 我們看到六印 七號 這個年刀 七碗 還有大淫婦 還有基督擊殺烈日 就是這個六次 所以是用六個不同的角度 然後第七次就是用天上 就是天上聖徒得聖的角度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系統 並不是亂了龍的 而是它有個原因 是第六印 第七號 這個是天使的年刀 或者這兩個獸 還有第七碗 然後就實王 還有巴比倫的淫婦 還有高陽的婚姻 還有耶穌來擊殺烈國 還有最後一次就是千年 這一千年的時候 所以這一千年是代表 在我的看法就是代表新約時代 就是在整個新約時代 用過一千年 因為完整的數字來代表 好了 在七雷 和這個七碗之間 就是有聖庭展踏 兩個見證人 婦人生的男孩 神迫伯他的兒女 有兩個獸和聖徒爭戰 還有獸這個獸日記 還有十四萬四千人跟著耶穌 有三個天使 傳福音和傳審判的說話 有獵刀來審判 有神的大路在七碗發罪 然後第七碗就是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又有巴比倫大成 有十個王同時和主一起爭戰 巴比倫就是魔鬼的住處 一日之內談到 又有高陽的婚姻 還有主擊殺烈國 然後在二十章的千年 就釋放了魔鬼出來爭戰 大家有沒有問題 大家知道這樣的時候 你就有觀念了 例如你看到三分之一的星神聚落 三分之一的海 變了血 你知道是什麼日子 什麼時候 全部變了 你就知道是什麼 你就看到這個大淫婦出現 你就知道什麼了 其實看到來到反教 很多人離開真道 有這個大罪人出現 人有人 接著有人拜他 這又是一個很明顯的跡象 這也是我們去watch out的事情 我上一次也有說到 我們有什麼去watch out 就是要留意 看有什麼發生 以至我們預備好 不要忽然間不知道的時候 耶穌回來不要準備好 這個是我們要小心的 在這個世代留意什麼呢 第一 有沒有人和很多人堅定盟約 教皇和以外有沒有人 教皇的確是經常在做的 現在他和不同的宗教都有合作的 那麼就有沒有人呢 是 編入政治的盟約 這個日子 當忽然間很多國家 很強烈的合一 就是這個十個王 這個時候政治的盟約 然後呢 又有人在一七之本 就與很多人堅定盟約 就是說 你會見到 有一個人物 他和很多國家的關係是超好的 有一個很強很強的合作 有一個盟約 這個也是我們要留意的 這個就很可能就是 受的形成 這個基督的國度的形成 就是有 忽然間有很多國家一起 有一個很強的盟約 還有有沒有邪術 邪領 和撒旦教的大俊子 我現在都看到 譬如哈利波特 還有很多這些 什麼都喜歡有邪術 那些東西 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還有呢 留意有沒有 這個巴比倫大城 成為鬼魔的住處 有一個城市 有這麼多的邪靈 在那裏 魔鬼教的作為 還有宗教的大邪人 就是宗教 和很多的宗教一起合一 和列國和巴比倫 和列國的王一起 引誘他們去拜不同的邪靈 那有沒有一個 國際的控制中心呢 如果你發覺 有一個地方 開始有這種勢力 這個地方呢 影響全世界的 那你知道這個地方 就很重要了 那有些人問我 聯合國呢 因為聯合國很多事情做 都是挺好的 就是不一定不好的 但這個是 核製世界國家的 和耶路撒冷有沒有重建聖殿呢 和聖殿有沒有被踐踏呢 和教會被踐踏呢 和有沒有手上受印記 額上受印記呢 那這些都是我們留意的事情 我們熟悉啟事律的時候 那 那我都依然這樣說的 你不是慢慢看 啟事律就預備好耶穌回來的 啟事律就是讓你知道大約的進程 反而你是看其他聖經的部分 講到基督徒怎樣傳呼音 而我們裝備好傳呼音 真是去做 真是去訓練人 正是興起人 不只是興起 即是不只是種 不只是種蘋果 不應該 不只是棵樹生蘋果 而是種蘋果樹 即是種蘋果樹 訓練多些種蘋果樹的人 那些人可以生很多果子出來 即是訓練出很多人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希望大家 即是會喚醒這個世代 這個《末日決戰》 有一本書 就講到有人見到末日的爭戰 就是見到很多基督徒是怎樣 要是玩 要是在互相攻擊 在噴 就講到邪靈在他身上噴 一些東西出來 攻擊其他基督徒 玩去壞人不好 其實有時候網上 有些人說的說話 都是很多不好的說話 我們基督徒就不應該參與在這些事上 去攻擊其他人 接著那些人跌下 他就踩他了 你犯罪啊 你不要用啊 你軟養啊 即是未跌下 就攻擊他 說他不好 他跌下就踩到他幾腳 這不是神的方式 神的方式是建立人 有人有軟養 我們就輔助他 不是猛數他的不好 但很多基督徒是數人的不好 就是注目在不好的東西 就不是注目在福事署的 求主幫助我們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做到事 你不要以為 我不夠因此 我不夠能力 我不行啊 你肯做就行了 你肯做一定做到的 我們真的需要一個 這樣復興的大軍 當我看很多啟示錄的 網上的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是很注目 在興起人的 他就說什麼發生什麼發生 那些人就是想著 我怎樣逃避 不是想著我怎樣去預備好 我希望大家聽完 哇 我們真的要醒覺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這個事貌訓練課程 是很想興起人 我不是要建立自己 其實這個過程 我自己都沒有收任何的人工 我就是想祝福人的 那我也都見到很多經歷聖靈的人 就只顧著我自己經歷神 自己敬拜 自己享受 他們那些是好的 不過 享受完 敬拜完 討告完 就出動了 並且是興起人 有信心興起人 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火熱的心 即是說 神啊興起我們 不要做懶惰基督 不要只是 看著每天 快點走 快點走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我們求主給我們一個火熱的靈 我們一起呼求主神 求你復興我們的生命 復興這個世代 主要求你憐憫這個世代 真的很多基督徒是很軟弱 很多基督徒呢 只是 喝飽食醉 只是享受 回教堂 回一下 跟著就是 小小的祈禱 就覺得已經是愛主了 求耶穌你親自憐憐他們 求你祝福他們 興起他們 復興他們 更新他們的生命 讓他們知道 我們是 需要爭戰的 而爭戰不只是 用口號爭戰 是我們的生命爭戰 我們是有真理 有信心 有救恩 有神的福音的鞋 有聖靈的寶劍 持守神的道 走在神的路上 隨時多方討告來爭戰 神是你幫助我們的爭戰 在生活裡面 在生活裡面作美好的見證 和你有親密的關係 跟從你走神的路 神是我們每一個 都可以成為忠心的仆人 我們不要成為懶惰 又惡又懶的牧人 主耶穌求你 施恩憐憐這個世代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是很有價值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超越一百萬的財富 超越一千萬的財富 多少錢都買不到的 是非常寶貴的 求主耶穌你幫我們珍惜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將生命獻上 神是我們願意將生命獻上 給你使用 願意受訓練 成為基督的精兵 作美好的見證 並且不單止是傳福音 是興起人的靈命 我們傳福音幫祂愛耶穌 幫祂去訓練祂傳福音 並且建立起愛主的人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心裡火熱 為神的天國不斷地討告 大發熱心 也都是努力的傳福音 更新生命 並且我們時時去看到 我們周圍有什麼人願意被神興起的 我們就復興他們 就更新他們 求主私人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因為你必定加力量給我們的 我們一起呼求主一神 你憐憐這個世代 復興這個世代 首先更新我們 更新我們 叫我們柔和謙卑 叫我們心裡愛主愛人 心裡面是充滿神的愛 充滿神的恩免 被神的愛所更新改變 被神的能力 神的聖力充滿 帶著能力去祝福人 主耶穌求你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要把生命 丟在咸水海裡面 我們善用我們的生命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利亞 感謝主 你可以使用我們的 你可以使用我們的 我們可以帶來這麼多 基督徒的今生的 求主詩恩 我們真的見到有很多 基督徒 他們非常軟弱 經常都是擔心憂慮 經常都是需要釋放 時時都是很多困難 很軟弱 隨時跌倒 沒有事沒有人都跌倒 求耶穌你幫助 求你祝福他們 使用我們去興起他們 联敏他們 醫治他們 多謝天父 祈祷奉主耶穌聖命 哈利利亞 希望大家 真是心裡火熱 你看到周圍的人 你就會說 神啊我怎麼可以興起祂 無論祂是甚麼教會 你不用叫人去你的教會 你怎麼興起祂 在祂的教會 作給祂見證 哈利利亞 世上誠 紛落 商人 國委 超律 馬子 W